今天要來介紹酒之針的包廂的一個配件 因為我們是用這個天然的珍珠 所以它的洞口比較小 所以我們只能用22G的線來幫助走 22G的圓線 這個24G的線來做拉外側的部分 那我們首先取22G的圓線 大約是6公分左右 再做一個組織 那因為我們這個線剪下來的時候 像這個前端是尖的 那我們要確定它是平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用在這個線口前 再把它剪一下 讓它確定是平的 我們現在就是先以這個平口錢 或是圓柱錢都可以 千對錢也可以 就在這個前端0.8公分左右 然後就摺90度 再將這個 以這個圓柱錢 將這個往內摺 摺成一個9 像這樣子 雖然是名為9字 事實上這個要像一個 拉一個氣球這樣子 這個1要在這個圓柱的中間 比較漂亮 那現在就是用這個24G的線 在這個22G的上面 先繞一圈 先繞一圈 繞一圈 之後我們把這個珍珠加進來 這個24G的線 我們要讓它確實是平順的 所以這個要稍微整一下線 要確定它是直的 不要歪歪扭扭的 那22G的線也一樣 這個主軸也要是直的 我們現在這個 剛才22G的線出現在下 細線在上 繞一圈 細線繞出現一圈之後 加入一顆珠子 我們現在要圓的這個珠子 把這個細線 拉到這個珠子的下面 一樣是在細線在出現的上面 繞一圈出現 這樣子 那再繞到這個珠子的另外一側 珠子的另外一側 一樣這個線要稍微整一下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來把這個起頭 這個留的一點點的這個部分 先把它剪掉 因為這樣子才不會刺到你的手 可以用這個工具 稍微把它這個頭把它壓一下 線頭壓一下 才不會刺刺的 這個線繞回來這個珠子的 九字的這一邊 九字的這一側 一樣 細線在出現的上面 上方 那這個線一定要圓的這個珠子 好 在這個外側 等於是往外邊 這個剛才編的第一段 這個剛才編的第一段 要在珠子的內 再接近那個靠近那個珠子 那我們現在要編的這個第二段 要往外延伸 一樣繞出現一圈 細線繞出現 那我們可以讓這個 現在的這個第二段 在這個第一段的下面 或者是在它的外側都可以 在外側它會越來越明顯 在這個線的下面的話 它就會只有在這個 起端的地方比較明顯而已 因為在外側你要稍微 抓一下 如果在外側就同樣要在外側 就圓的這個線的外側 在這個外側 而不是上下也可以 可以 然後再第三段 一樣都是要三次 左右都各有三次 珠子的左右都各有三次 那最後一圈 我們就把這個線可以剪掉 那一樣像這個刺刺的地方 都要稍微把它整一下 這個線頭要把它壓進去 不可以讓它出來 這樣會勾到你的皮 這樣子 那現在就是 這一側也是一樣做九字針 那這個九字針的部分 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缺口 第一個的缺口 現在目前是在下面的這個地方 它是繞這樣子的 所以它的缺口是在下面 那我們就要往缺口的方向 折九十度 這樣子 因為缺口是在下側 那我們就往下側折 一樣留 0.8公分 以圓柱前再折成一個 九 這樣就完成了一個配件 那我們總共要做四個 這個配件的上面 正像這樣子 這個上面 就是兩個 這個九字邊的這一個 配件的中間 我們加一顆珍珠 這個是變形的珍珠 那這個大概是十米 八米的 八米的 這也是天然的珍珠 那22G的線一樣 我們只要取個五公分就可以 這樣折 0.8公分 然後 折圓 加入一顆 銀珠 再加入一顆 變形珍珠 再一顆銀珠 再加入一顆 變形珍珠 再一顆銀珠 可以用工具 可以用工具 會折得比較漂亮一點點 一樣留0.8公分 折圓 以圓柱前折圓 那我們就可以打開這個 細圈的部分 要上下 往下折 翻開 把這個配件加上去 再把它扣起來 這樣子 那這下面再做一顆 一顆藍色的珍珠 我們已經完成了兩組 上下各有一顆 八米的天然珍珠 中間有一顆 變形的珍珠 像這樣子 兩組 那這個我們就先把它收起來 那我們現在要來做這個 墜子的部分 墜子的部分 我們有這個水滴形的 楊可以轉 還有這個網片 小網片來做 那我們首先先取 File Line 珠寶編織線 80公分 先加一顆這個 三米的銀珠 水滴由這個前端 比較尖的這一端 穿進去 再加一顆三米的銀珠 再加入一顆水滴 那因為這個水滴這樣子 背面看起來它就是有 上面有兩個洞 下面有兩個洞 所以我們要前進的是這個 上面的尖端處的兩個洞 再加一顆三米的銀珠 那再加第三顆的水滴 有時候這樣正面看不到洞的話 我們就把它翻過來背面 那這個 這個地方等於是在 這個起端的這個線 我們留大概15公分就可以了 起端的線留約15公分 然後把這兩條線 要打一個平結 起端的線要留約15公分 那這個打結的時候 注意這個三米的珠子 不可以再被它跑出來 一定要在這個圓裡面 因為我們要讓它形成是一個圓 所以我們打結的位置 是在這個水轉跟這個三米的銀珠的中間 這樣 那打完這個平結之後 我們要把這個網片加進來 這個網片會有兩個 各位注意看的話 這會有一個正面 一個是背面 這個背面它就是會覺得有那個 勾槽的那個感覺 那正面看起來就是比較平滑 順 這個我右手邊的這個是背面 那左手邊的這個是正面 那正面看起來就是比較光滑 那這個背面看起來就會有很多那個 紋路跟勾槽的那個地方 有勾槽 那我們加的時候要有正面 因為這個它會沒有辦法固定住 所以我們要在這個底下加一個網片 這樣子 等於是這個水轉的背面 要來跟這個花蓋的正面 這樣子固定 那我們把這個花蓋的這個 就是這有一個花瓣的 就找一個花瓣放在這個水轉的中間 因為我們最後要把它做成那個墜子的時候 我們要讓它這個有一個中間 好 那我們就直接 由正面往背面穿出來 那因為我們現在是在這個 雅克力鑽的旁邊 這一個不要讓它跑不掉 這一個花瓣 那因為我們現在在這裡 在這一個花瓣 那我要往正面再穿出去的時候 我一定要在隔壁的花瓣 在旁邊 它的旁邊的那個花瓣往外穿出去 這樣子才有辦法固定住 好 那因為我為了讓這個線 比較 我沒有這樣橫畫過來 是因為這樣子的話它會比較 現在要來固定 這個網片 正面要跟亞克力鑽的背面 對 就是這樣子 網片的正面跟亞克力鑽的背面相接觸 那這個亞克力鑽的這個中間 背面這個我們要留一個花瓣在這裡 那現在我們是在亞克力鑽跟冰珠的中間 好那我們往背面穿出 穿到背面來 究竟找一個花瓣 那我們為了要讓這個線 我們可以這樣子橫畫過來 這樣子好 但是我們是要橫畫它旁邊的這個花瓣就好 因為這樣那個線 比較不會 那麼明顯 它就是會短短的 那穿過這個亞克力鑽 下一個亞克力鑽 這次都只有前進亞克力鑽 一樣 再往這個背面穿過 再往隔壁的那個花瓣穿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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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 再前進下一個亞克力鑽 再往隔壁的那個花瓣穿出去 也是要穿到背面來 再往正面穿出去 再往正面穿出去 這樣線才會卡住 我都是要往隔壁的人 那個牙克力轉 你要有那個花磅 那三個牙克力轉的 有一個我們要確定它的中間是有一個花磅 所以我們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就回到這個正面的位置來 是不是這兩條線有連在一起 我們可以再把它稍微的再打一次結 那這個線因為我們還剩蠻多的 所以我會建議各位就是把這個 壓定轉跟銀柱的部分 再加強再回穿幾次之後 再把這個剛才我們就是固定的這個粉 把網片固定在這個主體上面的這個步驟 再把它加強一次 然後最後我們再把這個 來第二片的網片都放上來 再做光 再加強一次 再加強一次